每年在基隆外木山举办的长泳活动 总是吸引超过千名民众报名参加 不过在近日国内新冠疫情持续升温下 基隆市政府与承判单位讨论后 决定取消原本计划在6月20号举办的外木山长泳活动 外木山的长泳因为举办的主办的学校 还有体育的相关的单位 他们经过好几次的一个开会 当然很不舍 不过他们是希望说还是能够把安全跟防疫的因素 把它做到最好 所以在日前他们开会共同决定说 今年还是暂缓来举办 我们也尊重他们的一个意见跟建议 不过我想把防疫做好 然后这个疫苗的事情 能够国产的疫苗能够尽快出来 然后大家打这个疫苗 我想这个希望疫情在今年年底之后 都能够这个照着预定的期程 然后越来越这个乐观 由于确诊者足迹到过双北 金融市长刘昌表示 已经要求所有公家单位 全面落实防疫工作 包括量体温 戴口罩并确实做好手部清洁 及保持安全社交距离 同时避免到防疫指挥中心 所公布的确诊者足迹处 牛厂也呼吁说市民加强警戒 做好个人防疫工作 组绝传播链 一起平安度过这一次疫情 记者张旗腾金融报道